另一个全球竞逐的竞争是高度 我们先来看到在台湾的地标 台湾塔现在有可能会停建 不过其实台湾塔经过国际设计竞标 最后挑中的是日本新锐建筑师 藤本壮介的作品 他被视为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接班人 来看TVBS的独家专访 如同闪电效果般的场景 这是日本新锐建筑师藤本壮介 在伦敦的一个实验作品 他利用白色钢管 盖了这一栋像云朵般的建筑 在英国造成轰动 而藤本壮介正是台湾塔的设计人 擅长利用建筑透视效果的藤本壮介 把他的创新和实验理念带到台湾 帮台中设计了这个台湾塔 并且拿下国际净土手奖 在他们的设计蓝图中 白色锯塔用结构圆钢管组成 利用螺旋钢梁慢慢往上 堆叠出塔的形状 从底部看台湾塔有透空效果 而塔的顶端 有一个位在300公尺高的空中花园 从高空鸟看 画谱会排列出一个台湾地图 台湾塔除了有瞭望台 可以让大家观赏台中美景 还肩负有电波发射功能 这建筑是正确的试图 这将会是自然的东西 和建筑 混合成为豊富的生活環境 我希望能考虑 台湾塔一到夜晚 透过雷射的光束变换 看起来仿佛是一个 不断流泄的巨大瀑布 他们设计这个台湾塔 构想来源是台湾 相当常见的榕树 他希望这栋建筑 不只成为台中的地标 也是21世纪的台湾绿洲 现年43岁的藤本壮介 被视为安藤忠雄 跟伊东李雄的接班人 他说音响他设计最深的人 其实是爱因斯坦 因为他从爱因斯坦身上 学到了如何在简单中 寻找美丽 台本庄界最近也帮台湾客户 在东京表餐道盖了一栋 总部大楼 这栋建筑虽然不大 但外观独特 展现的也是藤本 最擅长的穿透设计 原本等民兵的建筑 在墙面上种了几棵树之后 顿时多了几分生气 藤本庄界喜欢用自然材质 是日本近期兴起的弱建筑代表之一 藤本庄界的设计除了采用自然材质 他还喜欢采用大量的落地窗 来达到建筑透视的效果 他的设计理念是希望人跟建筑之间 能够达到一个最自然的平衡 同样的设计手法 藤本还在东京盖了这么一栋 几乎全透明的小房屋 这栋取名NA的建筑 一共四层楼 每层大约只有五到六平 藤本借由交错的楼梯设计 创造出了屋内更大的空间感 这栋建筑一样使用大量玻璃 甚至位在顶楼的浴室 还可以360度看到窗外景色 里面的空间屋主可以随心应用 没有规定哪里该摆书桌 哪里应该当客厅 一到夜晚为了个人隐私 可以拉上窗帘 传统的建筑设计内外有别 藤本壮建的理念 是希望在狭小的都市中 屋内跟屋外可以适时融为一体 因为创新的建筑理念 藤本逐渐在国际间展露头角 没想到第一次在台湾设计的 大型建筑就踢到铁板 台湾塔建筑暂时被隔制 电视新闻的李宏益 卢宏昌李国正 东京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宏益